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网站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时仍缺乏政策立场的情况 尽管哈里斯已成为非正式的民主党提名人一个月 他的网站上却还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计划 只有购买商品 捐款以及了解候选人背景的页面 批评者对他回避采访和新闻发布会的行为感到不满 并且指出他的网站内容远不及四年前的拜登或希拉里 克林顿那样具体和全面 虽然哈里斯上周推出了一些经济政策计划 但这些计划仍然没有出现在他的竞选网站上 批评者认为这种缺乏信息透明度的行为可能会影响选民的决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炽热氛围下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然而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时 哈里斯的竞选网站竟然在关键的政策立场方面存在明显的缺失 这引起了批评者的猛烈抨击 这位民主党提名人的网站确实包括了许多功能 哈里斯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 沃兹的简历捐款和志愿服务的页面 以及人们可以购买哈里斯沃兹商品的页面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这些页面中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计划 在党代表进行点名投票后两周 他正式成为提名人后 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福克斯新闻指出 这种情况在当前政坛中显得尤为突出 四年前荡桥拜登竞选总统时 他指派了一整组顾问来编写一份110页的政策文件 同样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 拥有超过200个不同的政策提案 相比之下 前总统特朗普的2024年竞选网站 则包括了一个标题为平台的选项卡 其中包含了一个涵盖从经济到 持续犯罪激增等的问题的20点政策议程 在这种情况下 哈里斯的竞选网站的政策空白 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哈里斯在成为非正式提名人一个月后 才推出了他的第一个重大政策计划 这是一个包括禁止食品和杂货公司价格欺诈 6000美元的儿童税收抵免 对第一代房主的税收激励 以及承诺打击房东和房地产投资者的 掠夺性行为的综合经济计划 然而 即使在这些政策首次宣布后 这些经济计划仍然没有出现在 哈里斯沃兹的竞选网站上 这种政策缺失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根据保守派媒体研究中心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71%到86%的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表示 他们要么没有听说过哈里斯在各个话题上的立场 要么完全不知道 媒体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间总裁 艾尔布伦特·博泽尔三世批评 这是2020年的重演 并认为另外一个左翼媒体掩盖将决定选举 哈里斯竞选活动的这种情况 不仅仅是政策空白问题 还有他在竞选路上回避采访的问题 许多美国人对哈里斯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表示不满 认为他在竞选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 这一点和前几届竞选的总统候选人的做法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过去的竞选中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都会频繁接受采访和举行新闻发布会 以向公众展示他们的政策立场和治理计划 然而 哈里斯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这使得选民对他的政策立场和治理能力感到困惑和不安 福克斯新闻数字部门试图联系哈里斯竞选团队 以获取评论 但在截稿时未收到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他需要迅速填补政策空白 并向选民展示他的治理计划和政策立场 否则 这种政策缺失和回避采访的做法 可能会影响选民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影响整个竞选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竞选过程中 哈里斯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策略 向公众展示他的政策立场和治理计划 并且要更加公开和透明地与选民沟通 这样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在竞选中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在政策立场和透明度方面的问题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他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并向选民展示他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立场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选中 脱颖而出赢得选民的支持和信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竞选网站缺乏政策立场 这不过是批评者的无聊找茬 哈里斯的政策立场 已经在他的演讲和公开场合中多次阐述 网站只是辅助工具 不是主要的宣传平台 当年林肯当选的时候 他甚至没有网站呢 哈 难道说林肯莫政策 楚天书 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是信息时代 竞选网站就是候选人展示自我和政策的重要平台 哈里斯的网站上只有购物页面 难道他是来卖T-shirt的吗 乔·拜登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在网站上详细列出了政策计划 这次哈里斯连个完整的政策文件都没有 这不就是在忽悠选民吗 谢奇奇 你这说法就像是批评莎士比亚没写过电子书一样荒谬 政策在网站上不详细 并不代表哈里斯没有策略 在他最近的演讲中 他已经提到一系列政策 包括禁止价格欺诈 儿童税收抵免等等 网站只是辅助 重要的是政策内容和演说的有效传达 楚天书 你这比喻好像在说哈里斯是莎士比亚转世一样 政策演讲有提到 但选民需要一个详细的 随时可以查阅的政策文件 你说他提到的这些政策 选民怎么知道具体细节 总不能每次都重播他的演讲吧 我们需要的是透明和可查证的政策 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谢奇奇 你这种挑剔就像是在抱怨约翰肯尼迪 没用PowerPoint一样 政策细节会逐步公布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有时间表和策略 这不是一场仓促的秀 而是长期的运作 再说 网站上已经有了捐款和志愿服务的入口 这也是参与政治的一部分 难道这不值得重视吗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捐款和买纪念品 比了解政策还重要 这就像是在说吃点心 比正餐重要一样荒唐 选民需要的是实际的政策 而不是让他们掏钱买T恤 民主同样需要透明和信任 没有详细的政策文件 选民怎么信任他 这可是选总统 不是开个网店卖周边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